诗人笔下的秋天 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 那黄灿灿的梧桐叶 像小巴掌一样 映在了上学路上 这节课 让我们一同走进 秋天的雨 打开秋天的大门 欣赏美妙的秋天吧 快来读读课题 通过你的读 让我们听清楚 秋天的什么 秋天的雨 是的 那什么季节的雨呢 秋天 再来读一读 秋天的雨 你们瞧 读的时候 如果注意重音 会让别人听得更清楚 更明白 通过题目 你有什么问题吗 秋天的雨是什么样子 秋天的雨和其他季节的雨 有什么不一样吗 通过题目 有思有问 这是很好的阅读方法 同时 是不是也激发了你 阅读这篇课文的兴趣呢 那咱们赶快打开语文书 走进文章吧 先来找一找 本篇读文的作者是谁呢 老师 我看到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陶金红 接下来咱们一边读课文 一边标画自然段号 如果遇到读不懂的地方 请你多读几遍 开始吧 老师 这篇课文一共五个自然段 我读了两遍 这些词语你能读正确吗 钥匙 喇叭 一曲 勾注 平平 五彩缤纷 一眉 厚厚的 读读这两个词 钥匙 喇叭 你有什么发现 老师 这两个词的第二个字 要读清声 我们把词语送回到句子当中 请你读一读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钥匙 在生活当中指的是开锁用的工具 在这个句子当中 你读出了什么呢 老师 我觉得秋雨在这里就好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秋天的大门 再来读读下一句 秋天的雨 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 老师 喇叭是一种乐器 秋雨吹起小喇叭 向大家宣告冬天快要来了 这是本课词语表中的词语 请你也来读一读 在前两节课的学习当中 我们学习了很多理解词语的方法 那你看一看在本文当中 有没有哪些比较难懂的 或有新鲜感的词语 你是怎么理解的 一起来交流一下 风收这个词 请大家看图片 梁仓满了 梁仓外面写了风字 风收指农民伯伯收成好 我运用了结合插图来理解词语 记住插图帮助理解 老师 清凉这个词 我使用了查字典的方法 词典中的解释 使梁儿使用感觉爽快 记住工具书来理解词语 清凉这个词 让我想到了秋天下雨的时候 顽皮的雨滴湿淋淋的落到我的皮肤上 那种凉爽的感觉就是清凉 我使用了结合生活经验的方法 结合生活经验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词语 老师 留意的记忆词是注意小心 在这里 我使用的是记忆词解词法 那我们把这个词送回到句子当中 再来读读这一句 他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的轻轻的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趁你没留意 你读出了什么 老师 我觉得秋雨来得很温柔 很轻盈 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切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继续交流 那我们把这个词也送回到句子当中 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 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 频频点头 让我好像看到了菊花在秋雨当中摇曳的动人风姿 它好像在和秋雨打招呼呢 这个词你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老师 还有五彩缤纷这个词语 可以用拆拼法 五彩指颜色很多 缤纷 词典中的解释是繁多而挫杂 老师 通过结合图片 我知道了 五彩缤纷 是说颜色繁多 色彩美丽 同学们 理解词语的方法有很多种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积累 这是本课要写的字 请你读一读 给它们归归类吧 我把本课要写的字 按照结构给它们分类了 那请你仔细观察一下 有没有哪些字的笔画 或肩价结构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老师 票这个字 上半部分不要写成锡 是的 这个字的上半部分 中间是两个竖 老师 我想提醒大家 紧这个字的笔画 注意中间部分 撇折撇折点 要写得紧凑一些 把字写得更美观哦 还有没有 其他的字要提醒大家的 我想提醒大家 言字 左边下面的三个撇 是短撇 右边叶子 起笔横 要与左边的横 高度一致 最后的点 要和左边的撇 也应该在同样的水平位置 同学们 在本单元的语文原地当中告诉我们 横画要写得平稳 竖画要写得端正 横平竖直 字就平稳端正 请你把这些字 在生字本上多写几遍 记一记吧 同学们 每个季节的雨 特点是不一样的 春雨细腻温柔 几场春雨过后 草木就会变得轻松翠绿 下雨呢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大雨倾盆直下 有时伴有隆隆的雷声 和呼呼的狂风 到了冬天 我国的南方 下起阴冷的雨 而在北方 点缀我们祖国锦绣山河的 是漫天飞舞的雪花 那秋天的雨呢 快读一读 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秋天的雨 这把钥匙啊 很神奇 拿着它轻轻一转 一扇扇大门 就打开了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它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的 轻轻的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秋雨带给你什么感受 很温柔 很温柔 很清凉 那让我们带着清凉和温柔 再来读一读这一段 秋天的雨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 它带着清凉和温柔 轻轻的 轻轻的 趁你没留意 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打开秋天的大门 让我们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 朗读课文第二至四自然段 思考作者从哪几个方面写了秋天的雨 用横线把你找到的句子画下来 老师 我在第二段找到的是 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这句话告诉我们 秋天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是啊 第二自然段就是围绕着这句话写的 请你再读一读第三和第四自然段 看看这两段又是从哪个方面写了秋天的雨呢 找一找相关的句子吧 老师 我找到了第三段中的这一句 秋天的雨 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秋天丰收了 果实成熟了 第四段里 我找到了秋天的雨 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 吹起金色的小喇叭 让小动物们准备过冬了 同学们 你们发现了吗 加上开头和结尾 这五句话连在一起 就是一首描写秋雨的小诗啊 太有趣了 快来一起读一读 秋天的雨 是一把钥匙 是一把钥匙 秋天的雨 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 秋天的雨 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 秋天的雨 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 秋天的雨 带给大地的 是一曲丰收的歌 带给小朋友的 是一首欢乐的歌 多美的画面啊 同学们 这可不是一首普通的小诗啊 你有什么发现吗 老师 我发现了 小诗里的这几句话 都是课文每一段的第一句话 是啊 课文的二到四自然段 都是围绕着第一句话来写的 通过这句话 我们知道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那下面请你试着填一填 作者从哪几个方面写了秋天的雨 老师 我写的是五彩缤纷的颜色 秋天好闻的气味 秋雨吹起金色的小喇叭 是的 作者从秋天的色彩 丰收的景象 动植物准备过冬 这三个方面写了秋天的雨 同学们 在课后的阅读链接部分 有一篇选自德国乌纳雅各部的太阳时钟 快来读一读 用刚才我们学过的方法 看一看这篇文章 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秋天呢 找一找相关的句子吧 老师 我在第二自然段的开头找到了 田野空荡荡的 这一段写了秋天的田野 老师 我发现了第三段的第一句 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在传播 这一段是写的植物的种子 还有第四段的第一句 许多幼小的动物正在成长 从幼小的动物这一方面 写了秋天 第五段的第一句 后鸟也开始了他们的旅途 写了秋天的后鸟 那同学们 经过阅读 你发现这篇文章和我们学过的课文 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老师 课文和阅读链接的文章都写了秋天的动物和植物 那请你再读一读 这篇文章和我们学过的文章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老师 我觉得秋天的雨 主要写了秋天各种美景 课后阅读太阳时钟 主要写了动植物在过冬之前 迁徙的情景 同学们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秋天的雨第一课时 掌握了字词 知道了从哪几个方面写了秋天的雨 梳理了文章的脉络 同时也复习了 怎样去理解词语 复习掌握多种方法来理解难懂的词 这是本课的作业 一 抄写本课词语表中的词语 第二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同学们 下节课 老师带大家将继续走进秋天的雨 体会那美妙的美好的秋天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